國泰航空在跨年前就傳出 因為流感疫情導致機師因病缺勤 因此有不少航班被迫取消 雖然國泰航空表示 取消的航班少於總數的百分之一 但是因為招聘機師進度 是追不上了實際需求的關係 到目前為止仍然有航班 持續受到影響 截至一月十四號為止 已經取消了一百二十一個航班 其中包括了香港廣返臺北的班機 也受到影響